祝贵喔 祝贵喔 彰化腺 在今天开始 针对75岁以上的长辈 来做疫苗的施打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年纪大的长辈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他们的重症的比率很高 死亡率也是最高的一个族群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族群 本体系采取先电话的 预约的方式 让长辈透过家人或是自己 有预约那依序从今天 开始从礼拜二一直开始 到礼拜六连续五天 有施打的一个 按照顺序来施打 所以长辈现在今天开始来都非常的 踊跃大家也都很高兴 松了一口气真的可以开始 来预防这个疾病了 那目前我们的做法都是按照标准的 流程按照顺序有登记的 我们的名册来做施打 那长辈来之后 我们的人员会核对身份 确认是我们的名册上的 然后他的年龄也是符合的 户籍也是正确的 我们就开始会为他施打 那护理同仁我们也会按照 我们的感控流程 每一瓶里面我们可以抽十个人刺 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步骤 来做这样的抽取药物的动作 那务必注意那个感控的一个原则 不会造成的污染 所以多余的剩下一点点的 抽不满一个人的剂刺的部分 我们就是依法要把它 这个不能使用 这样才不会造成这个一瓶与一瓶之间的污染 他感到安心吗 有 安心真正 对 不然我都不能出来 满满时候 我们到厨年 这样 现在都在太平 哈哈哈 我们一下还是很 Carbon 在这的时候 我在1小时 这是这个巧蜜圆面煮这一盘 它就先找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